法官胡锦斌涉贪遭到搜索 终极站在法官家中 还有银行金库都搜出了千万现金 而且查扣了两卡车的洋酒 最后遭到起诉 立刻联系给记者张俊斗 主播好 观众朋友 要带你来关心了 这一起的这个贪赌案件呢 在这个特征组侦办完毕之后 今天正式的起诉了 这个台中地域的法官胡锦斌 特别提到了呢 他这次涉贪的一个情况 他收贿了300万 另外呢 他这个涉嫌诈弃的案件呢 也拿了20万 但是他全部的不法锁的部分呢 他其实是有4647万 这样的一个金额 刚刚稍早呢 特征组其实已经成立了 相关的这个物品 包括了这个 在法官他家里所收出的 这个洋酒有33瓶 那么天资号的人参呢 就有20多个 那么包括了现金有2600多万 特征组有最新说法 赶快来先来听稍早访问 初步我们的那个看法 他的那个资产 总资产应该是有上益 因为他有很多的资产 是放在那个人头的名下 那么 据我们的了解 他的那个年收入啊 应该是大约是 两百几十万啦 那可是他的这个开销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他的那个收入 完全是入不敷出 因为他养这个家庭 那么事实上 我们从特征组 所提供的这个资料来看 其实胡锦斌的这个法官呢 他相当的狡诈 怎么说呢 我们偷这个大字报来看 他其实他的下面呢 他有三个老婆 那么其中大房的部分是住台北 他把部分的这个资产呢 是交给了大房之后 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资产 大概是六千多万呢 他交给了二房 那么二房是住在台中 不过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的三房 因为他的资产有 一亿七千一百八十二万元 这么多 那么这样的一个金额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胡锦斌 他本人的总资产 只有两百九十二万 这个比较小的金额 其实看起来呢 他把大部分的钱都给了三房 那么他三个老婆里头呢 其实都没有工作 但是呢 他把这个钱呢 交给了这个三房之后呢 再做一个处理 那么这三个人的身份呢 就像是白手套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呢 今天这个案件呢 这个特征组已经贞结起诉 将这一名法官胡锦斌 提起公诉 这母亲问你掌握在台中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 Pony主播